请和长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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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今天是礼拜六 讲座第三天 前一两天我问你 临终的时候你最放不下什么 昨天大家很诚实的 有些人放不下自己的太太或先生 有些人最放不下的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 有些人放不下自己的财产 有些人放不下自己的珠宝 最放不下的是银行里的存款 密码还不愿意告诉别人 还有你放不下你自己的心愿 好 今天教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在断气的时候 不管是对自己或对佛教徒或对非佛教徒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他 帮助他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说 哎哟老婆さん 你是没救了啦 来 我跟你说 我给你 这样太直接了吧 你没有体谅到 他都还希望长命百岁呢 你就跟他说 哎呀 你没救了 来 听我来 念黄米豆 这样呢 像一把剑一样 刺到他的心 他会很痛苦的 这不是说你教他念佛不好 而是你的方法太直接了 你要学skillful means 善巧方便 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 若有一个人断气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第一 要回忆他这一生的善行 快乐的事情 你愿意记你就记 不用的话就记在心里 第二个 才告诉他 死亡并不可怕 你应该勇敢地往前走 第三个 若他有善根 接受佛法 才为他皈依佛 皈依法 归一身 第四个 若以大乘净土中的话 才劝他 你愿意念观音菩萨呢 或地藏菩萨 我念阿弥陀佛呢 然后才帮他助念 所以 我今天要讲第一个 回忆这一生的善行是很重要 有时候我观察到很多佛友 你听到呢 谁住院了 或总结发生了意外了 现在在Emergency Department 你的心当然会慌乱 你常常都会问我 师父 我能为他做什么 其实为他做什么呢 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帮他点灯 我们每一场的最后一天 都会点灯 点灯也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 其实你真正要关心他什么 让他的心很喜悦 英文叫Cheer up 觉得这一生 very satisfied 其实人在病痛的时候都很苦 身也苦 心也苦 精神也苦 我们常常讲宗教里面讲身心灵 英文叫做Phys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不是所有的众生 都像各位脸友一样 很有福报 要念普贤行愿品 或在这里念华言经 观自在章 那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福报 而且是要多生多解修的 那你碰到的这个脸友 或你的朋友 不管他是佛教徒 跟非佛教徒 你应该回忆他一生的善行 抓着他的手 为什么要抓着他的手呢 抓着他的手是他可以感受到你的体温 感受你的warm heart 你温暖的心 心的力量是很大 这时候你不要太介意说 哎哟师傅我持荐 男女硕硕不轻 不过现在是救他的时候 他才不管你帅跟不帅 那当然出家中 你可以坚持不用碰他 比丘比丘 你不碰他也可以 像你有没有看到 师傅刚才跟 Professor 我也是握手的 在西方里面呢 握手是很重要的礼貌 所以你应该握着他的手 说好朋友没关系 虽然我知道你现在碰到了意外 你心可能很恐惧跟不安 但是生命是很尊贵的 想一想我们这一生 有曾经快乐的时光 讲几个爆笑的笑话 让他笑一笑 他会呢 Happy Tearing 他会想到的确 虽然我现在碰到很不好的 可是我感受到是 最温暖的友谊 最真诚的祝福来自于怜友 而不是一跟他讲 不好意思 你已经不会有很久了 他也知道没有很久吗 你干嘛要故意强调呢 他自己知道啊 对不对 当他加护病房 或在医院的时候 他也知道 人都知道自己回光返 到哪时候要走啊 所以师傅给你一个建议 你去看病人的时候 除了你买花 买水果 你应该带什么 带你以前跟他一起 很快乐的照片 跟他看 我们曾经去五台山朝圣过 我们前进过去 菩提家也朝圣过 我们曾经呢 在送师傅的时候 你爆笑了唱一首歌 让大家很感动 你要讲快乐的心 让他回忆 因为这时候 他的心的力量才会很大 他本来就是要面对痛苦 业力四大分离的时候 他是很痛苦的 可是因为你的鼓励 你的真诚 你的关怀 你的大悲心的力量 我们讲慈悲三昧 这时候他会感动到 他的痛苦 虽然身体会有一点痛苦 但心会很宁静 接下来你要问他 我能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你们进会课的时候 师父常常也会说 How can I help you 我怎么样能帮助你 对不对 同样在那个时候 你更应该鼓励他 他可以跟你说 哎呀我走了 我的老公这么帅 我真担心 你要把他看好 那我的儿子女儿呢 对对对 还小啊 他也不懂佛法 你将来带他去上佛学 儿童班啊 我青少年班 他总是有很多心底的愿望 你要专心听 假如你不介意 他同意的话 你就拿录音笔 把它录起来 满他的心愿 我们常常讲 我们修观音法门 要求观音菩萨 满我们很多很多的心愿 你们最多的心愿是什么 种马票 都是排行榜第一名的心愿 我都知道 对 甚至还有人来亲自问过师父说 师父你可不给我 我四个号码 是真的 我会看状况给 开玩笑的 你说用功的话 我就给你 别傻了 要是我知道 我怎么会告诉你呢 对不对 没有开玩笑 所以人有很多的愿望 你要去满他的愿 你要想 我能够能够怎么帮助你 他的心就会很安 知道吗 第一个 回忆快乐的 喜悦的善行 第二个 就是满他的心愿 所以我们讲 观音法门 就在这个时候 你要满众生的心愿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关怀别人的话 你将来别人也会满你的心愿 第三个 假如他是佛教徒 那就很好 若不是佛教徒 你要问他 注意听 不要像其他宗教一样 故意在人断气的时候 要收归他的灵魂 其实不需要 佛法叫他三归一 只是要他远离痛苦跟不安而已 知道吗 他都已经要死了 那你抢他的灵魂有没有用呢 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你是要让他归佛 归法归身 在茫茫的大海中当中 找到归一处 所以他就心安 因为三宝有三宝的功德 最后 你要问他 你平常念什么 在我们台湾 现在也是重视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传统的呢 我们邦雅注念 都念阿弥陀佛 可是我们现在呢 也会做市场调查 就是家属跟师父沟通 家属也会跟亲人沟通 就会问 平常他念什么 假如他平常念观世音菩萨 我们就注念 全部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转成为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假如他平常念呢 阿弥陀佛的 我们就念阿弥陀佛 假如他平常是念六支大明咒的 我们就为他念 奥万尼百美好 知道吗 我在昆气念佛堂 曾经说个笑话 假如他平常念地藏菩萨 你跟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念一念呢 会这样 插死人 你念中的 我是念地藏菩萨的 就是你吵死人了 你念错了 我平常是念地藏菩萨的 凡夫还是会分别的 为什么 举个例子 就像你吃青菜一样 对不对 吃水果一样 举个例子 师父的胃肠就比较不好 我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 榴莲也可以吃 但是我不是叫你买榴莲给我 当我明天会开榴莲店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 可是我不可以吃凤梨 因为呢 It's too strong for me 就是说 凤梨比较利 我的胃受不了 所以你给众生的是要 他需要的 那假如他是念钥匙如来的 你就别帮他念钥匙如来 这个才叫做满众生的愿 注意听 满众生的愿 不是从自己的标准 要看众生需要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下来 虽然今天活动比较多 师傅也是从早忙到晚 那但是我很欢喜 所以我们还是静坐几分钟 做什么呢 你做的时候想 假如我现在断气 什么东西会让我很开心 你去想这桩事 不要急 不要急 我还没讲完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种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 of the happiness 我以前在教别人的时候呢 有一个青少年跟我讲 师傅我断气的时候 我会想到 我跟我女朋友上床 是最爽的 我说不可以 这时候你不可以想这个 想这个的话 你会继续轮回 注意 这里的快乐 不是指physically 而是心情让你觉得 peacefully very joyful and satisfied 就让你的心很宁静 不是兴奋 不是像年轻人跳那个 hip hop 或rock music 很兴奋 天哪 你都断气了 你还这么猛 哪有能的 还有这么兴奋的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的快乐 是指 让你觉得很喜悦 很感动 很欢喜的那种快乐 比方说跟爸爸妈妈 过生日的快乐 比方说朋友的呢 在你生日的时候 突然送你一个 很sweet 很感动 这是你想要的礼物 给你 那种很喜悦 宁静的快乐 而不是呢 physically的 incitement 兴奋 不是那种 了解吗 不然的话 你太兴奋的话 你会跳起来变僵尸 你会吓到旁边的人的 尤其在断气的时候 好 现在静坐一下 背挺直 身体放松 思维一下 我现在断气 回忆自己一生的善行 什么东西会让自己很快乐 或许有人想到 我到菩提家也朝圣 或许我见到伟大的上师 听他说话 鼓励我 让我很感动 任何的善法 你都可以思维 是喜悦的 祥和的 跟宁静的 好 轻轻地动一动 结束了 先不用开灯 我继续说 喜悦 是修慈悲观的基础 慈是给众生快乐 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 假如你自己都不快乐 你怎么可能为别人带来真实的快乐呢 所以你常常要回到喜悦的原点 这是修慈悲观的基础 很重要 在南传 在大秤 在金刚秤 慈悲三昧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假如你无法升起这种慈悲的能量的时候 那你就念六字大明咒 一辈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代表悲心三昧 慈心三昧 悲心三昧 慈悲圆满 而且是清净的本尊 的佛菩萨 所以你念的时候 你就会生起清净 喜悦 而且是宁静的心 它可以调伏你的贪嗔痴 它可以让你的智慧升起 甚至让你升起广大的愿力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难过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人碰到了挫折 难过完了以后 就要Let go 放下 不要把它耿耿于怀放在心里 碰到了困难 学到了经验 跌倒了 要勇敢地再爬起来 这才是菩萨摩合萨 好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 现在请开灯 翻开讲义第三十七页 我们继续讲 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个进度 请开白色的灯 谢谢 好 昨天在三十七页里面 讲到几次 观音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显现各种祥瑞 而且佛告诉善男子 除盖障菩萨 观世音菩萨要从极乐世界来 所以观世音菩萨随时都是放光的 好 请看 复习一下 观音菩萨 请看幻灯片 常放光明 广度六道众生 所以 事实上观音菩萨也会化现各种动物 但是他是在众生 紧急苦难 被杀害的时候 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才会化现的 好 到这里是一段 那接下来呢 在还没有讲三十八页之前 前面呢 从三十六到三十七 是讲观世音菩萨过去式的因缘 那各位看一下三十六页到三十七页 科判 几一 观音菩萨在许多的诸佛 常常闻一切的正法 普门品说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几二 观音菩萨常常用各种神变 降服很多邪魔外道 所以昨天说 邪见是很可怕的 你要远离恶友跟恶知识 三十七页 几三 无量的诸佛都赞叹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因为他代表诸佛的大悲心的本体 几四 他在这个娑婆世界 南瞻不周 我们这个地球 跟众生的缘是特别深的 所以他可以六道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在佛牙寺你看到的六臂如一轮观音 为什么是六个手臂 除了代表六度波罗蜜之外 其实他是要度六道众生的 好 接下来 今天我要讲一个补充很重要的 从观音菩萨过去式的这个因缘里面 你会看到 他常常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请看幻灯片 我先挡出来 今天要讲的请专心听 这很重要 这牵涉到你一生的法生会命 标题是 你如何寻找善知识 或是上师 或是法师 我分三个阶段讲 第一个先要问 为什么我要找老师 我一定要找老师来指导我吗 我没有老师 可不可以自己无师自通呢 这个你要先去想 因为你想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拜老师 拜老师不是像你想象的 拿个红包 师父啊 你就是我做土地啊 这样就好了 拿个红包说 师父请你收我这个烂徒地 慈悲慈悲 大慈大悲 敏众生 结果师父看你一眼 看以后的因缘再说吧 他说师父 你怎么没有满众生的愿 现在土地都很会教训师父的 师父教他 懂事他学会了来教训师父 第二 善知识有很多不同的特质 从我们中国大陆的四大名山 悲至怨恨 弥勒 观音 文书 普贤 地藏 你就知道佛菩萨本身也有不同的特质 同样的善知识也有不同的特质 你要办哪一种当老师呢 第三个就会讲到金刚乘 虽然各位在座可能有些人没有修 有些人有修 但是我思维了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要讲 免得呢 你总是呢 被骗财骗色 被人家骗走了 对不对 金刚乘里面有很多是好的老师 但是他也有严格的标准 好 请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找善知识 我想有些连友可能要操 师父把你打开来好了 就全部的幻灯片放起来 你可以慢慢听 如果你不操也没关系 因为全程录影 将来你可以复习 听懂比较重要 第一 现代人的善知识都是什么 都是电视 电脑 DVD 还有网路 当然我心虹法师为了利益众生 我也做网路 我也流通DVD 那是因为我看到现在的众生 真的太苦太苦了 从早做工作 做做做做做到死 没有死也累死了半条命 所以不来听佛法 并不代表你不想学佛 而是你刚好姻缘不够 有些人要照顾家婆 有些人照顾小孩 其实有很多的联友 都曾经告诉师父 而且email给我说 师父我听到你的DVD 要非常的欢喜 我真的要感恩很多人 感恩主办单位 感恩全程录影的人 的确 可是现在呢 DVD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比方说慈悲观 你现在上网 打一个compassion 全世界这么多的书啊 你读哪一本啊 你无法判断 你还是要老师教的 举个例子 世间你要学做工 你现在要学在餐厅里煮饭 你当然都是从小的开始呢 角色开始做啊 慢慢做呢 小厨 二厨 大厨 最后才会做长厨的啊 你不是一进去啊 来大家都听我的 你没那么能干 你还是要跟着师父学 怎么做菜 什么样的食物 要配什么颜色 你还是要跟老师学 同样的 以前中国人学书法 也要拜师学义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要跟老师学 为什么 反过来请看 第一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你懂得很少 你要跟懂得多的人学习 是不是呢 中国孔老夫子讲 朋友也有三种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有直是这个心 不是很 心正直的意思 这里的正直不是嘴巴很利啊 然后是指表里如一正直 有量是朋友常常会体谅你 第三个有多文 是这个朋友呢 懂得非常多 在知识跟技术上 可以帮你很多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找善知识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充足嘛 你懂得实在有限 你很想多学一些 对不对 同样的你做面包的师傅 或做厨房 或是你做经理 你都要有老师来带领你 所以中国人常常会讲 相命里面说你这个人很有福报 为什么 贵人相助 贵人的话就是很多人愿意指导你 还有提拔你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自己不足 还有第二个 你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不圆满 做人做事 既不会做人 也不会做事 也不会讲话 就是呆呆的 对不对 呆呆的很难活下去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都竞争 举一个例子 以前的阿公阿婆 在山下开所谓杂货店 他就是从早到晚 一直开就会有生意的 因为他很老实 讲信誉 做事情靠口碑 注意听 现在你从早做到晚 不一定有生意的 你真的要动脑筋 去规划 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人要学的东西 我们讲终身学习 血海无涯 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人有很多的不圆满的 比方说 现在很多老菩萨 我也知道你不懂电脑 没有关系 所以师父才做DVD 年轻的人 他不需要电脑 他只要上网 他通通都知道 但是他知道的是什么 只是知识而已 他并不知道的是智慧 还有经验 还有觉悟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说金刚经 华人呢 常常学佛是什么呢 就觉得我去书店了 买一本 金刚经讲记 我就回家学佛了 其实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当然这个能刚开始 让你知道一些金刚经的知识 可是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 你有没有看过古来的禅师 是自己读一部金刚经就开悟的 没有吧 五组会能大师 六组会能大师 开悟还要六组去教他的 所以一定要有老师 为什么 因为老师是心性的引导 就像我直说 你来这边听经很好 你如果没有来听经 你看DVD也会感动 但是你真正在这里的话 所有人一起念经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着师父的感觉也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心跟心的互动 它有互动的能量 所以互动的能量 会帮助你开悟 所以真正的修行 它是不是只有在经典上 经典上只是像一个呢 图书馆的这个指引手册 所以假如你永远停在的 只是买一部金刚经 上网听一听 东看看西看看 你得到的只是知识 你并不知道这条路要怎么修 甚至我知道新加坡现在 菩提长青 还有很多光明山 很多有佛教书局 举个例子 在我们台湾也有成品书局 金石堂书局 都有很多宗教类 有时候我有去看 我去看 很多很多的书 乱七八糟的都有 在上面派圣言法师的书 法谷山 下面放佛光山 行云大师的书 在下面一排放 慈祭功德会的 正言法师的书 下一排放 卢圣燕的书 外道的书 下一排放 妖魔鬼怪的书 那你怎么分呢 你随便抽一本 抽一本可能刚好修成 为妖魔鬼怪啊 因为你没办法判断 正邪真假 对不对 请看第三个 你常常生命当中 遇到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 你是没有智慧去选择的 而且就算你选择呢 你常常是听朋友 东说说西说说 那个这么说 那个这么说 结果呢 你常常都因为业的关系 跟自己心很乱 你常常都选错了 所以你需要老师引导你 看最后一个 第五个 古文讲 日之山前路 虚问过来人 你今天假如要去印度旅行 当然你就会去你打听 哪个旅行社呢 有办过印度朝圣之旅 甚至你还问佛友啊 金钟学会或各个佛堂 你有没有去过菩提加耶啊 对不对 我看过星空法师 我放菩提加耶电影 非常的壮观 你有没有去过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的经验啊 你问过一些人经验 不是会比较好吗 新加坡都很热 对不对 在菩提加耶 如果冬天去朝圣的话 早上最冷啊 天亮会到三度到四度啊 到中午很热的时候 到二三十度啊 太阳一下山了 哈啾 你又中病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笑话 去朝圣的时候 穿衣服要穿什么 像竹笋一样 一层一层拨 你帽子啊 手套围巾都要戴 天气冷就啊 因为它边际地面化很大 对不对 然后呢 一热的时候 你就脱下来啊 对不对 然后大家要喝水 对不对 你要保留体力 不然一到那边 你就哈啾 就感冒 第二天就发烧 然后呢 大家诵经 你就在睡觉 回想完了 刚好回来 那就是什么 你没有经验 欲知山前路啊 你不问过来人嘛 这个就是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要有很多人引导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有谦卑一点 去向老师学习 或好的同参道友学习 再来第四个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很想修行 你很想修行 我想在座所有的联友 都是有善根的 但是修行的方向怎么走 修行的这条路上会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 所以第四个是 没有真实的修行经验 举一个例子 就像大海当中 我们要开船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掌舵的人 你知道吗 以前的航海出去 要找很多人 第一个要懂看星象 第二个要懂看风 第三个要找厨房 在船上煮饭 第四要掌舵 第五万一那船触礁了 还要临时要紧急 会订木头的人 他要各种的人才合合 那你坐这张船 才比较容易保险的平安 举个例子 你们现在去新加坡 张仪机场 你怎么去 Hello taxi I pay you money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万一他开开开 突然没有油怎么办 没有油的话 那糟糕就要加油 突然引擎出了一点问题 马达出了问题 他就停下来 假如这个司机 有经验会修 那你还可以 不能呢 他只有call呢 你们新加坡警局call 是call什么 911吗 什么 对不起 999 999 那你就打999 那你就打999 万一你手机又没电 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会有各种状况 会出现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我们去张仪机场 万一出了状况 怎么办 还有机场有很多条路 也有主要的main road 那万一呢 通通都大塞车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路呢 所以你的想法 不要这么直直的一条线 一条线不行的时候 咔嚓就断了 那飞机就飞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 这个过程当中 要有多久 有各种状况 尤其是老菩萨 老菩萨出门呢 最紧张的是什么 他上厕所 因为人老 对不对 身体机能消化了 比较差了 动不动呢 就要上厕所 人有三级 第一个就要上厕所 那他都会先问 请问我到机场多久呢 老菩萨有些呢 就不太敢喝水 其实错了 你应该喝水 那该要上厕所 你要跟司机讲 慢慢来 你可以提早一个小时 或半个小时出门 这样的你的心 就会很愉快嘛 不然一出门就很紧张 他一转头糟糕了 机票掉了 护照掉了 最后皮包被爬了 但来出门应该是很快乐的 结果就弄得不快乐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足够的准备 同样的 修行也是如此 请看下面的比喻 机场内的灯塔 或导航器 在飞机机场里面 每一个国家 机场都要有灯塔 为什么 在黑暗当中 它下降的时候 才不会撞到 那每一个飞机上面 本身也有导航器 会跟中共式联络 所以结论说 修行的路上 就像生命的指引的灯塔一样 所以你要扮老师 才能够真正学到 真实的佛法 可是现在又有个问题来了 你会说 师傅你讲得很精彩 我都接受 可是现在的师傅 都是坐飞机 到处飞的啦 没错 时代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环境 跟生活条件不一样 以前没有这么多的娱乐 还有现代的科技 所以很多人呢 可以不用看寡气 然后呢 跟着师傅好好学 现在呢 娱乐很多 所以选择性很多 举一个例子 现代佛教 面对年轻人 就有很大的挑战 很多年轻人 根本不喜欢来寺庙听经 为什么 他上网一点DVD就有啦 有YouTube啦 那干嘛来这里呢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注意听 注意听 他知道的只是知识而已 真正要学习修行的经验 你还是要谦卑的去拜老师 去学习 这样可以省掉你很多摸索的路 所以大寸三归一里面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僧里面又分两种 一种圣贤僧 第二个凡夫僧 比方说圣贤僧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这些大菩萨 若你真的按照他的法门修持 有时候你在梦中 我定中 佛菩萨会亲自教你 这是真的 不过要有很高的善根 以后我再讲故事给你们听 讲那个印度的极天菩萨 他就是文书菩萨 亲自每天教他的 那问题是我们凡夫看不到文书菩萨 我们也不太容易看到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要拜凡夫僧做老师 凡夫僧就是依佛的这个戒律 而出家 剃度的比丘 比丘尼 深入精障 真正的用功修行的人 你就可以去请教他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圣知识有不同的特质 那这里呢 就可能有人要跟师父抬杠 师父 释迦牟尼佛说 是依法 依法不依人 对 没错 可是现在问题 你怎么理解呢 依法不依人 你现在真的知道 法怎么诠释吗 你真正知道 法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吗 对不对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举净土宗来讲 印光大师赞叹 这个 偶艺大师写 弥陀要解 他说 纵使古佛再来啊 重新为他注解 也不会比他还好 哇 这个赞叹更了不起 那换句话说 这个 偶艺大师的弥陀要解 注解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对不对 我也读过 灵魂音光大师呢 虽然他有开示 但是他也没有对 阿弥陀经做一个特别的注解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偶艺大师的注解 已经很好 那我随便念一句 燕离娑婆 心求极乐 这是classical Chinese 燕离娑婆 请问这个燕 你怎么解释呢 是离开的意思呢 还是讨厌的意思呢 还是躲避的意思呢 中国古汉文 一字有多亿啊 普贤行任品 行可以念行 可以念后 对不对 有些地方是两个都可以啊 你要跟老师学啊 对啊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大乘的时候 师父这样跟你分享 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经过来 我在大乘的时候 就有很好的老师教我 华颜经 跟大乘佛法 跟净土宗啊 而且我们以前讲经之前 我是坐在这里 我的师父坐在后面听的 他听了三遍就跟我讲 没问题 你可以好好讲经的 我师父就没有听过 但是我们有学讲经的规矩 所以静中学会有副讲 副讲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否则你怎么知道 你讲的是对跟不对呢 那当然很惭愧的 我经过出家二十六多年 对不对 到现在 我学佛今年二十六年了 出家二十三年了 我也一直每一年都很努力啊 每个月我也很用功啊 我学到这么多的南传 北传 藏传 我才有一点点的信心 告诉你我讲的是对的 不然我怎么知道呢 你没有办法断断真跟假 对跟不对 对不对 比方说 大家都很喜欢听文佛法 一个法师一条路 两个法师两条路 三个法师三条路 三叉路 四个法师十字路口啊 你跟谁呢 这小朋友笑得这么开心 你今天是不是从十字路口来的啊 对啊 没错 你要经过十字路口 找对方向 你才会找到精明佛学舍啊 所以 善知识 你很重要 你不要一下子就讲 依法不依人 没错 这是佛讲的 但你怎么理解 请看幻灯片 这句话请你抄下来 依止善知识 让你自己做到 依法不依人 刚开始你是没办法的 你刚开始呢 尤其是新加坡很多的华 年轻的朋友 古汉文比较差 大家都读英文 受英文教育很好 那西方的思考 跟东方思考也不一样 就算你读了普贤行愿品 你也不太清楚 他在讲什么 你要听法师去讲解 一者什么叫理尽诸佛 诸佛是指什么意思 诸佛就有很多的意思 有具体的 有抽象的 有过去的 有现在的 有未来的 举个人家 华言经讲 所有一切的山河大地 一切的人 都是我的善知识 没错 但你体会得到吗 狼儿讲 刚开始你没办法 好人也是你的善知识 坏人也是你的善知识 你怎么分辨呢 假如说 一切的众生 都是你的善知识 没错 华言经这么讲 那没关系 待会我们讲完经 现在排两排 全部给浪给我绕三圈 你看到了善知识了吗 你看到的是 云云可怜的众生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 从他们的行为上 看到学到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知道 什么叫做善知识 你没有判断的标准 好跟不好 正跟邪 你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你得拜老师学习 而且要有耐心的学习 所以善才童子才表演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就算不要说五十三个老师 你起码也要拜一个或两个老师吧 你才知道怎么学吧 学了以后呢 也不是像现代的人说 师父来啊 我帮你做老师 对不对 现在年轻人 也没什么耐性的 以前我们跟师父学的时候呢 都要五年 七年或十年 现在呢 三个月就终于终于终于跑了 为什么 too many choice too many attraction outside 就太多的选择了 还有太多外在的诱惑 所以他心里难定下来 所以各位啊 老师说 师父啊 虽然鼓励你们 但是我也要赞叹你们 你们在座的所有的联友啊 都是动物园的一号 稀有动物啦 下一代的年轻人 不太会像你这样的 知道吗 下一代年轻人会怎么样 哎呀我也想不出来 阿弥陀佛 下一代的年轻人更进步 搞不好下一代的法师 是这样子的 拿着麦克风跟你唱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forever See me God 是这样杜仲生的 你知道我唱的这一段是什么吗 修你也疯狂的里面的音乐 这部电影也给我很大的震撼 甚至我用这篇电影 教出家人 也教我的学生 佛教要会面临现代化的考验 其实师父也很会唱歌 但是有一个 对不起你不能要求我 我没办法跳舞 因为我不太会跳 其实我会跳 以前我小学老师会跳土风舞 我还跳土风舞 第一名的 但是呢 衣服叫做戒律 我没办法去碰触众生的身体 为什么 因为它要保持你的亲近心 举个例子 我在纽西兰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Katja 她是欧洲 Sweizer的女生 非常的有智慧 跟我是室友 我们是分开 然后呢 在外国的宿舍里住 那她就很好 她非常会跳舞 她一跳舞的时候 全场人都看她 她学过专业舞蹈 那有一天她 她生日 你知道做什么 我做她的DJ 放音乐 准备蛋糕 然后大家很开心 最后她跟我讲 我的英文名字叫Harrison Not Harrison Ford 那她就跟我讲 Harrison Come on Let's dance Together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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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don't ask me to do that 我说不可以 为什么呢 我说 Because I'm so sexy If I dance I dancing with you You will become very dangerous 意思是说 我翻成中文 因为有些老布萨 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意思是说 师傅长得太帅了 太性感了 我就给你跳舞的话 当然待会你会很危险 我也会很危险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佛教的各种活动里面 还不太能够接受 师傅带你们跳舞 因为这牵涉到戒律 那你会说这么严肃吗 不 它是要让你的心掉下来 定下来 所以你必须要严守 一些根本的原则 并不是说 佛教不愿意度 现代的众生 现在的众生 都喜欢看DVD 电影 所以我才发愿 每一年来都带你朝圣的短片 我觉得声音 以及图片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 佛教本身也有广大的 艺术文化的资源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现代的方法读众生呢 大家都喜欢看 Avanda 对不对 电影这么好 假如我们把三才东子 五十三餐 也做成Avanda 还有中文跟英文的话 的DVD的话 全世界的众生 都会看的 假如我们把 妙法莲华经 二十八品 做成像Avanda 这样的DVD的话 可以度很多很多 现代的年轻人的 是不是 佛教要度 众生无边 誓愿度吧 那这个呢 要靠各位 未来的年轻人 不论在家出家 由佛教音乐 文化艺术各专业人才 一起奉献 所以请看幻灯片 待会我会讲 菩萨里面也有不同的 悲至怨恨 词是弥勒菩萨 悲是观世音菩萨 智慧是指大智文书菩萨 怨呢 是指普贤王菩萨 怨是地藏王菩萨 恨呢 是指普贤王菩萨 所以你也知道 甚至是每一个人的 缘分不一样 你会发觉 修观音法门的人 就非常的慈悲 很细心 可是修文书法门的人 动不动就跟你讲 这不是不是真的 那个像梦一般 你不要太执着 你要观他是空性的 可是这对老菩萨来讲很难 我常常说过 你说师父 常常都是不是真的 可是我孙子每天就这样 跳啊跳啊跳啊 他就是真的嘛 对不对 所以对有些人来讲 佛法讲不是真的意识 外面的东西 他一直都会变的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尺体 你的孙子 现在你今天看到 明天呢 他又长大了 后天又长大 他每天都在变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头上的白发 也一根一根 越来越多了 所以事实的真相 他每天都在变 所以佛法讲 他不是真的 讲不是真的 并没有否定 外在的存在 而是不要告诉 告诉你 不要执着你的内心 接下来看 甚至是每一个人 度众生的方法也不同 请看 有些人专修观音法门 有人专修地藏法门 我只是专利而已 你不要介意 我没有说我支持他 或不支持他 我只是专利而已 比方说 文书福前观音 地藏弥勒 我所有都弘扬 阿弥陀佛我也弘扬 可是很多善知识 是有些人专修观音法门 然后地藏法门 可能大家知道一位 台湾来的叫地角法师 对不对 也在新加坡 也有办地藏法门的法会 在台湾 他也是到处各里弘扬 地藏法门 那弘扬 阿弥陀佛法门的就非常多 比方说 近空老法师 或惠律老法师 这些也很多大德 弘扬弥勒 弥勒法门 那看第二类 二点二 有些人呢 就专门持戒 就告诉你 你要这样子认真做 要守戒律 你要发心 过五不时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注意听 这个有些时候 对某些人很好 不过 师父观察到 现在的众生 尤其是年轻人 你不要叫他 太多的不可以 太多不可以 就干脆不学佛了 怎么这么啰嗦呢 对不对 在学校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佛堂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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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兴趣学佛 你应该 反个方法来讲 你应该鼓励他 佛教可以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你有音乐的才华 那你来做一个佛教的音乐演唱会 跟大家结缘 你这个人喜欢带动唱 可以 那你就带大家 给大家带来欢乐 这样年轻人才会被受到尊重跟肯定 下一个 专修禅定 我觉得现代的人 不管年轻人 老人 大人跟小孩 禅定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代人心都很乱 也很急 所以甚至是有些会专门教禅定 那这里的禅定也有难传的 比如说炮禅师的禅定 口音卡禅师的禅定 乃至于大乘 有异形禅师的禅定 乃至于有很多很多种的禅定 也有金刚乘 大手印的禅定 你都可以去学习 因为你要把它以心定下来 你才能够了解自己的念头 否则现代的人 对不对 一放工都做什么 冲个凉吃个点心以后呢 大伯都看电视 不然就看电脑 不然就打电话 呱啦呱啦讲话 对不对 不然就看DVD 看电视而已 或电影而已 因为他很累了 所以假如你要叫他在佛门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他会觉得修行好累 好累哦 我做工已经这么累了 怎么来佛门 还这么累 他暂时不得到佛门的法喜 所以各位老菩萨 各位怜友 你是很有善根的 但对年轻人 你要有智慧 更不可以 注意听 这个儿子盯我一去 你给我拜佛21遍 拜佛变成是惩罚的方式 不可以 不是这样子叫他拜佛 因为他会恨你的 搞不好他在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他是诅咒你的 他根本不知道拜佛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强迫我拜佛呢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帮助你的孩子或众生 也要智慧 接下来有些法师是专讲 般若波罗蜜 告诉你金刚经 般若经 心经 还有中观 入中论 当然这是非常深的教法 很好 这是佛的正法 但是他要有善根 福德因缘 具足的人 才会了悟空性 而且了悟空性 也是要有很多条件的 就像大楼建地基 曾经最近几天会课 也有一两个联友 问师父说 师父 你为什么这么 鸡妈妈的妈妈 这么鸡婆 苦苦活青 就是就我们一定要念三千步啊 我说你终于知道我的苦心吗 我从2003年来啊 到现在 有些人还是念啊 有些人还是不念啊 哎呀 真是没法度的 My heart was broken 我心都碎了 为什么 因为你建大楼 举个例子 就像金鸣佛学社 或者高楼 你建大楼 第一个要有基础啊 你没有基础 你就想学快了 建得越快的时候 他会垮下来的 那简单的说 所有的经论里面 都可以灿除业障 但是华元经是最为殊胜的 对 华元经是中国八大宗派啊 全部都共修的 共同经典 为师中里面 也引用了华元经啊 华元经经中之王啊 祭宋又很殊胜啊 对不对 成佛的时候 善才童子都要修 普贤十大愿 才能成佛 那告诉你一个最快 最短 有功德 最殊胜的方法 那你要用功嘛 不要挤 当你的基础 打好了 将来你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很好 不然呢 你东摸摸 西摸摸 东听听 西听听 东看看 西走走 你永远呢 生命是越来越老了 请问你有几个 美丽的春天呢 没有几个了吧 对不对 所以修普人波罗密 也是要有基础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有些呢 第三类 二点三 有些呢 是专门以法会度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不要轻视 敢经创的法师 这是我讲真心的 除非他动机很不好 他的行为很糟糕 甚至是破戒了 你可以远离他 圣经创的法师 也是修行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 举个例子 华人世界里 很多人很喜欢 在家人过世的时候 送地藏经 为什么 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怨心啊 你从来不学佛啊 突然家人一个心脏病过世了 全部都很难过啊 尤其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那么啊 为他消灾祈福 希望家人不要苦 就念地藏经 念久了以后 他也觉得 哎呀 我也要想一想 将来我的生老病死啊 我也想一想呢 地藏经讲的六道众生 地狱啊 他就会有警惕的心 所以地藏经会让 生者跟亡者都得到功德 很多人就是因为 送地藏经 普门品味 家人做佛事 慢慢慢慢慢慢 他才学佛法的 对不对 那至于说 很多的法会变世俗化 然后呢 就是很多要讲要钱 那是人为的因素 师父很尊重 不以置评 你可以用智慧选择 但送法会 做法会本身 不但是度一切的六道众生 连幽灵界的众生 都可以得到 下一个 有些法师专门用 放唱立人天 比方说我第一天放的 五台三短 俄眉山短片 今天有放吗 有看到吗 今天有对不对 第一个讲 乐山大佛的时候 就有一个法师 叫悟禅法师 唱吉祥记 他就是以前 我学海潮英凡辈的老师 他是台湾 续祥法师的首作弟子 他小时候就做沙咪 然后在寺庙里 后来去当兵 然后呢 然后呢 又继续重新出家 他的声音 非常非常的庄严 而且你听他的声音 心就非常的宁静 所以有些的法师呢 是用凡辈度众生的 有些的法师 是讲经说法 办教育度众生的 比方说 我就是这样的愿力 因为我自己是老师 我有很好的 试出时间 老师的教育背景 跟经验 所以我发愿 做讲经红法的法师 不过做讲经红法的法师 也要用功修持 不是光讲就好 你要自己修 你要改变自己 你才可以感动点 讲 谁不会讲呢 全世界很多人都会 全民乱乱讲 对不对 很抱歉 我们台湾真的很乱 台湾真的是 阿弥陀佛 其实台湾有很多好的地方 台湾我觉得呢 台湾有很多的 很了不起的 慈善团体 跟民间宗教团体 各个宗教都很强 台湾政治真的很混乱 师父也不以致贫 不过住在这个国家 我要感恩 但台湾若没有很好的 民间宗教团体 跟很多的慈善团体的话 我想早还好 台湾就垮了 同样的 新加坡本身也有 很多很多不同的 很好的条件 对不对 所以再看下面 2.4 有些人以学术 或是办文化讲座 或艺术 或音乐的讲座 来广度众生 比方说艺术 在台湾就有位叫宽谦法师 他的师父 他的爸爸就叫杨英峰教授 是全国国宝级的艺术家 那他本身是佛教徒 可是他女儿就出家了 宽谦法师 他现在就常常用很多艺术 还有经文辩文图 还有佛教跟艺术结合的讲座 就是非常精彩的 比如说我也上过他的课 也听过他的演讲 那从他的演讲当中 我得到启发 佛教里面净土的禅观 讲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 艺术的辩文图 像我有时候影的东黄壁画 待会给你看水月观音 佛教有很多的艺术 是值得来弘法的 利益众生的 佛教做很多的电子刊物 或是佛教的杂志 或文宣海报 都要有艺术人才 接下来音乐 最有名要赞叹新加坡 对不对 不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菩提音乐法 对不对 他创作了很多 大马很多佛教的音乐 至于新加坡 现在也要赞叹 敬中学会 也创造了很多很多 很好的音乐 所以我们心里都要生 水洗功德的心 佛教需要很多种人才 这样佛法才会兴盛 接下来请看Q&A 请问我讲了这么久 你要办哪一种师父做老师呢 你自己的意愿 要与哪一种法师相应呢 有些法师办教育 有些法师办慈善 有些法师推动寺庙的红法业务 有些法师特别强调禅修 有些法师带你去朝圣 有些法师为你讲解戒律 有些法师为你 神说广大的大乘菩萨道 任一个法师你都要感恩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皈依三宝 不是皈依某一个人而已 所以你要跟哪个老师学呢 你自己要想一想 现在有一个问题又来了 那你说师父啊 末法师带这么多啊 这么热闹啊 对不对 就像新加坡这么多的shopping mall 佛教有这么多大道场啊 那我要怎么去选择呢 好三个条件给你选择 第一 他戒律要清静 简单的讲 表里要如一 第二个 他最好能够通达经论 跟各种教法 可以引导你跟解除你的疑惑 第三个 不管他弘扬任何法门 他自己要本身要有部分的修持经验 什么叫修持 转化自己的身口意 我再讲一遍 我故意没有写 我要你自己记下来 第一 他要呢 表里如一 品德行为呢 要有延迟戒律 对 任何三世诸佛 都要以戒定会为根本 当然你不要去期望 法师都是圣人 他要表里如一 第二 他最好能够通达经论跟教法 可以解决你的疑惑 而引导你 第三 他要有部分的修持经验 所谓修持就是身口意的转化 他想慈悲 他自己要去实践 你看到师父 你才会感动 你觉得哎呀 我才能要愿意跟师父学 假如讲是一套 做是一套 那你干嘛跟他呢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 不要看上师或善知识的过失 而要看功德 待会我会在金刚正讲 听好 以我们凡夫的业 你是找不到佛菩萨 做你的老师的 因为我们本身是不清静的 所以 Nobody is perfect 那三千大千世界里 你怎么去找到我一个完全亲近 没有过失的圣人呢 答案是很难找到 你要找到他功德比较多 过失比较少 你看到他觉得欢喜有缘 又会相信 那你才可能拜他做老师 对不对 注意听好 我没有叫你们拜我 我只是讲佛法 我告诉你要选择 对不对 你要通通都拜我的话 我会吓死了 明天可能就往生了 对不对 听我的佛法DVD 你慢慢地学 但我现在告诉你 你说真正决定你生命 我们讲法生会命 你要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你要抉择 所以不要看善知识的过失 而要看他的功德 举个例子 你们有时候会常常这样 对不起 这是我的证书 我要表演一下 你们刚开始都是这样 这个法师很好 然后就开始看 那个法师也不怎么样 说要慈悲 他脾气比我还大一点 他叫我们心要定一点 他心怎么这么急 这个法师奇怪 今天晚上怎么呢 都没有穿深袜跟深鞋 都是这样的 局势都是这样看师父的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他大悲愿力呢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他精进的功德力呢 你为什么没有看到 他无所求 不疲惫无厌的奉献 给众生的力量呢 所以假如你这样子的望眼镜的话 你这样子的望眼镜的话